那常常是真的 贪欲让你不快乐 它使你偷生成为恶鬼 与其积聚无用的财富 倒不如把财富运用于友谊之徒 慷慨的对待穷困之人 建造佛塔 供养三宝 你越是慷慨宽厚 你就越昌盛繁荣 我们应该没有分别的慷慨对待所有的人 穷者 病者 老者 来自远方的旅人 不要因为对方是朋友或陌生人 我们有求于对方 或无求于对方 而有所分别 在不失时 不要炫耀招摇 不要有所偏袒 也不要期待获得任何回报 拥有权势的人 也会形式邪恶 听闻的人们 阳气追求地位 与权势的所有欲望 国家领袖 为了建立权威 而从事许多恶行 并且也要为以他们的名义 所办下的罪行 担负起责任 他们将面临行为所带来的后果 军队领袖 最终将尝到 因其命令 所造成士兵阵亡的业果 建立在如此多罪行上的权势 究竟有什么利益 何必积极追求权势 财富 身迁 和社会地位等不长久 只会招致痛苦的事物 觉悟的状态 是一个我们永远 不会从其上落下的地位 那些拥有地位和财富的人 永不安乐 听闻的人们 拥有地位和财富的人 准备痛苦的垂胸顿足吧 没有人会比一个 认为金钱万能的人 更焦虑不安 我要如何创造财富 一旦创造了财富 我要如何持守财富 他生活在担忧被偷 竞争和面临灾祸的恐惧之中 当他最后失去了财富 他觉得自己身上的肉 仿佛被切下来一般 看看一些人 是如何为了事业 而日夜劳碌奔波 他们为了追求成功 和避免失败 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竭 他们对每一个人心存猜疑 并企图从地位低于自己的人身上 谋取利益 来胜过地位均等的人 以及驱逐地位高于自己的人 他们很难享有片刻远离忧虑和烦恼的平静 没有权势 没有社会地位 没有可以失去的事物 以及没有可以恐惧的事物 是多么纯粹的喜乐 不要让你的心被无意的念头拖累 缅怀过去和未雨绸缪 有什么好处 安住在当下的离析状态中 与佛法和谐共处 让佛法成为你的生活和经验的核心 做你命运的主人 在下一个世界中 既没有家人 也没有朋友 听闻的人们 把信心寄托于佛法之上 当我们被一个小刺刺伤的时候 我们哭喊疼痛 当我们碰触到冰寒之水的时候 我们冷得发战 然而 我们如此珍爱的身体 很快就会变成一具 没有任何感觉的死尸 被笨化 被埋葬 被犬之吞噬 或被秃鹰撕裂 是他唯一的命运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父母 子女 朋友 仆从 房屋 和财富 都无法随心 业力之风 把我们带走 如同吹动一根羽毛 我们将前往何处 我们将停留何处 我们再也没有任何选择 谁能够帮助我们 我们只能充满信心的仰赖上师 三宝 以及终身修持的佛法 向他们寻求协助 因为只有他们拥有力量 能够把我们从介于死亡 和投身之间的中阴阶段的痛苦 和恐怖中 救度出来 引导我们前往净土 修持佛法之初 困难重重 但最后却能够获得至极大乐 这和从事俗物 有天壤之别 从事俗物 皆以喜乐为始 以痛苦繁忧 和理想破灭为终 米勒日巴尊者 曾经忍受什么样的磨练 和严苛考验 然而 正是透过这些磨练 和严苛考验 米勒日巴 赠得了金刚池的不变果位 无别的清净大乐 他独自居住在僻静洞穴之中 但他的光药 却遍及世界 他也必须跨越死亡的门槛 但是此刻 他端坐在 尽喜尽土的坛城中央 这和焦慢的世人 有多么的不同啊 当一个国家领袖 或百万富豪过世的时候 人们会说 某某人死了 如此而已 不比一根蜡烛烧尽 一潭水蒸发重要 佛法这个字 也意味着去修补或去矫正 去纠正所有的缺点 去发展所有完美无瑕的功德 除此之外 我们如何能够获得自由 从修持佛法中所获得的功德 将流传下来 成为来世的心灵资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生命菩萨阿弥陀佛 佛要我们 弘扬佛法 立意众生 弘扬佛法叫 大转法轮 生命电视台 24小时用卫星 电脑在全世界大转法轮 所以各位 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 也要让生命电视台大转法轮 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那么 弘法以外还要立意众生 那立意众生呢 各位叫放生 不失 超度 失时 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 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 圆满生命 阿弥陀佛 顾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中文化基金会 Ameli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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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還要買還要錢 不能申請 申請盡量不要發到錢 幫協會省錢 對呀 這富士年齊齁 對啊 有什麼收入啊 今天我穿的 今年落花就這樣 落花都沒錢 所以落花不能落花 不能落花 要落花的 這超低的消化嗎 超低的消化 真的嗎 直接有天為主 你要當光光光 還會很難 我愛你再喝水 夏天齁 它很舒服 你有沒有看 對呀 他在頭上這樣做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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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事前 有一個用地 在那種 起地的過程的時候 我們也有接觸 有接觸佛法 接觸佛法 聽師傅說的 人生難得佛法 對 就是說 室西做啦 不簡單 天文佛法 然後補助養就對了 我們真的說有聽過父母 之後我們做到這裏 我們就覺得差不多 有一天的時候 鯛大隻 我們出城 出城的時候 就要關鯛 關在地帶 頭上有兩個人 師弟 他又叫做手 又叫我三個人 一直關一直關 關到三個月 三個月一家 怎麼關就關不去 走不去 走不去 那三個人 拚手拚拚拚 從這些地下三個月 被禁止 以後我們就 從那邊發生的那邊資料 自己覺得有什麼 一直做這些不應該的事情 一直在那裡 心會痛 所以我們兩個人 在家 都有一個人家 說 我們從這個 實力 可以生氣 我們還要做這個 所以說 有在那裡 講的時候 阿宗師姐 都知道 我們有這種 心意 所以 有一天 透過師公 我們透過師公 要去參賽 就像我們這個 第一 實力 生氣 來改造 父親眼親 今天很愛情 也要請大家 謝謝你 今天我們父親眼妻 在那裡 支持 我們會分開 他的精靈 他的健康 他的狀況 我們就分開飼養 來照顧 聊天之後 我們會過 去掛一些木草 來 讓他做點心 私有所謂 情緒穩定 來 補充的營養 阿姨 滿滿的 五二五生病 也可 健康起來 他也親情親然 感化 阿姨 喝喝叫